老婆,怎麼了? 老公,因為我每次在做菜的時候 用到米酒的時候 每次都倒的時候就很不好倒 有時候倒太多,有時候倒太少 而且因為這個蓋子沒有緊 所以我常常那個氣都會跑掉 那米酒香可能就沒有了 那老公,有沒有可以解決的方法呢? 當然有啊 要不要覺得好麻煩喔 我特別去幫你買一個非常好用的滑寶 什麼東西? 這個就是可以很容易把它倒出來 而且蓋得很緊密 就在這邊 我看一下,奇怪 怎麼長兩個角呢? 這兩個角在幹嘛? 這個兩個角,這就是一大一小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撥開看看它的大小 你看 這個洞 這邊一個洞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洞 對 這個 而且它比較小 對,這邊比較小 一大一小 你猜猜看 我還以為是什麼 什麼腳 兩個頭 一個頭兩個腳 對啊 對啊 那這要怎麼用呢? 這個 這個你就直接 把它塞到你的 酒瓶上面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說這個要打開囉 對 要把蓋子撥下來 然後呢? 就把這個 塞進去就好了 那怎麼辦? 我是 就一直塞嗎? 對 用力擠進去就好了 因為它這個是矽膠有點彈性 所以這個 酒瓶 大大小小都OK的 這樣有沒有塞緊? 有 應該有塞緊了吧 嗯 再來我要怎麼用呢? 那你看你要到多的話 就拆多的 要少就拆少的 那我就拿來試試看 對 這邊是小的 對 那譬如我來 這個是小的 有了 很順嘛 那我再來試另外一邊 對大的 好神奇喔 好 來 有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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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對 所以它這個除了 除了這個 倒這個米酒之外 其他地方可以用嗎? 當然啊 你那個 醬油也可以啊 像你常用的橄欖油也都可以 可以啊 就是它的平口 差不多一樣就OK 差不多 因為它本身這個是有點彈性 嗯 那我這邊剛好有個醬油的 我來試試看好了 一樣嘛 醬油 對 醬油 就把它剝 一樣嗎? 對 這樣 是不是 意思是這樣 這是大 欸 大的小的 沒關係 我要試看 好 一樣喔 對 大一點的話就用另外一個 對 不會一次這樣倒就很多 因為醬油的蘋果如果太大的話 那不小心就倒太多太鹹啊幹什麼 這邊就比較大的可能 對 嗯 嗯 OK 嗯 欸 嗯 太粗魯了 太粗魯了 對 我把它擦一下 嗯 欸 那老公買了幾個啊? 很好用欸 對啊 我買了一個啊 幹嘛 怎麼只買一個呢 這麼好用東西 要多買幾個啊 喔 對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所以我是先買一個來試試看啊 這樣子喔 啊 我們今天測試幾個樣子 對啊 那你就要記得 下次多買幾個 對 那我們 改天喔 我再多買兩三個給你 送給我 對對 哈哈 我覺得蠻好用的 對 如果各位有看到的話 你覺得說 不錯的話 其實也可以買回來用用看 對 對 要不然像我們那個米酒啊 開罐以後 放久了 味道就不見了 對啊 而且有時候倒的時候 不好倒 其實是不好倒 對 因為瓶蓋除非你全部拿下來 拿下來又一下就倒很多 對 啊 半開的話 又倒不出來 因為我們都有在做菜 就會有這種困擾 對 啊所以我老公就幫我想了一個辦法 買了這個東西回來 對 好像很好用喔 對 如果各位可以 有機會啊 機會的話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對 啊 今天是我介紹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別忘了 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 謝謝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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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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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